看到郭宝胜拍建国神社 不得不说郭宝胜还是敢于面对矛盾的 但至于当前要对抗中共 显得有点不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了 中共的抗日神剧虽然经常被吐槽 但抗日神剧的冒出 是因为抗日题材泛滥化 拍的太多 要想有突破 就剩下的只有抗日娱乐化 抗日科幻化了 本来正常社会就应该有单独的娱乐剧和科幻剧 但为了以反日为主导的爱国主义洗脑宣传 什么题材都必须要以抗日为背景 这就是抗日神剧的由来 所以虽然有抗日神剧的滑稽 但抗日剧的心脑是巨大的 中共确实也没白花如此大的金钱 又在完全屏蔽日剧动漫的情况下 当今的中国人大多数对日本人的印象 还停留在二战时的法西斯日本 这让人想起了日本1991年拍一个版片切腹都市 当时的大背景就如现在美国打压中国一样 当时是美国打压日本 朝防美国的反制宣传 对日本还停留在二战时一样 所以郭宝胜拍建国神社 就显得太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了 太不了解中共的反制宣传的成功了 而郭宝胜拍的建国神社 只会成为今后中共反击的资料而已 中共现在没反击 只能说郭宝胜还不值得反击 所以郭文贵感慨 幸好与郭宝胜切割得快 郭宝胜去拍建国神社 反而会被中共拿来做把柄 用爱国主义的名义来否定爆料 中日关系要想正常化 还非得中共垮台不可 因为中共不会放弃利用中日矛盾做文章 用爱国主义来粉饰中共专制正当性 而中日双方能够清醒的 历史问题和建国神社的问题 还更是早得很了